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都会告知彼此 见证了彼此的成长 这中间有迂回 放弃 兜兜转转 但最终他们都找到了令自己满意的状态 有句话说 各自努力 顶峰相见 在他们身上 我看到了朋友间同贫共振的力量 它是让人在工作辛苦时 只要想起对方的脸 就能产生再努力一把的力量 是一种因为我的朋友很优秀 我必须加油的力量 如果你也曾拥有这样闪光的朋友 一定要好好珍惜 希望大家不管相距多远 都能时常联络 然后约定个特别的时间见上一面 聊一聊这些年的成长 希望他日再相见 我们始终是能够比肩而立的朋友 真朋友淡如水 淡如水是朋友之间关系的最高境界 这是一种源自于互相宽怀的理解 互相不苛求 不强迫 并非要朝夕相处 如交四期才是朋友 那种成天混在一起的交情 有时恰恰又是最为脆弱的 纯粹的友情是自由的 它可以是今天萍水相逢 彼此尊重的欢聚 明天就平淡地分手 一个电话一句问候 不会因为相隔千里 而使感情淡漠 只会让交往 随着时间欲久 感情欲深 网友曾经分享过这样一个故事 我有一个好朋友离婚了 只给我发了两个字 离了 我思考了半天 回了三个字 还好吧 好朋友说 还好聚散有时 各生欢喜吧 没有放肆的哭声 只有点到极止的分寸 生活骤变带来的伤痛 已经极度克制 但好在身边还有一个可以吐露心声的朋友 即使聊聊术语 却可以彼此懂得 钱中书说 真正的友谊的形式 并非由于双方友谊的拉拢 带些偶然 带些不知不觉 在意识层底下 不知何年何月潜伏着一个友谊的种子 一 看他在心面透出了萌芽 在温暖顾密 春夜一般的潜意识中 忽然偷偷地钻出了一个外人 哦 原来就是他 每一个人这一生 都会遇到很多可以称之为朋友的人 而真正的朋友 淡而不逆 相处自然 是比精神或物质带来的喜悦 要更深刻的关系 梁石秋和冰芯 因为分别饰演《琵琶记》里的 《菜郎忠》和《宰相之女》而相识 两人学成回国之后 一度断了联系 直到1940年 梁石秋过生日 冰芯应邀参加 酒过三巡后 梁石秋拿出笔墨 邀请冰芯写点什么 冰芯很开心地写下 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 不论男人或女人 花有色香味 人有才情趣 三者缺一 便不能做人家的要好的朋友 我的朋友之中 男人中梁石秋最像一朵花 这幅字被梁石秋随身携带 直到他病逝 这两个要好的朋友 见面的机会并不多 平时主要靠书信 自画的往来 有一次 梁石秋给冰芯画了一副梅花 冰芯回信说 画梅花有什么了不起的 狗也会画 两人在书信中 斜血打趣 对冰芯来说 朋友的清淡 如雨声从窗外传入 也如月色从窗外尽头 是一个人日后可以追忆留恋的最好素材 真正的友谊 不需要亲密无间 不需要轰轰烈烈 看起来素淡 自有超越死生的后裔 真朋友浓于心 很多人说 爱情久了会变成亲情 其实友情也是 网友分享了自己妈妈 和她两个老姐妹之间的故事 从我记事起 妈妈的生活里 总是离不开两个老姐妹 不光是妈妈的生活 她们也见证了我的成长 生初中 生高中 上大学 订婚 结婚 生娃 几乎我的每一个人生节点 她们都在 妈妈和她的两个老姐妹 曾经是八十年代 未孝的同班同学 在学校的时候 住一个宿舍 放假后 彼此会在对方的家里小住 她们在差不多的时间 结婚生子 一开始 她们一起去商场里 添置喜妈妈 喜婆婆的衣服 然后 又相继有了小朋友 叫姥姥奶奶 如今 她们都忙着照看孙子孙女 可能没有太多机会 句一句 却不约而同地 在中秋 春节 加上一项 去看望对方父母的活动 她们说 父母被年事已高 要多去瞧瞧 四十多年的友情 一开始把对方 当作自己的亲姐妹 后来 把对方的孩子 当成自己的孩子 再后来 把对方的父母 当成自己的父母 她们早已是这个世界上 自己为自己寻找的亲人 有些人 陪伴在自己身边 你从来没有想过 她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就好像 从生下来就在一起 从来没有隔阂 也感知不到距离 如果你也拥有这样的朋友 认认真真的数一数 一起相伴多少年了 那个数字 可能大的惊人 大的像一笔财富 真朋友 灵魂契合 周如昌对友情 有段传神描述 我到了张伯鞠先生那里 我不理他 他也不理我 我要回学校了 也不告辞 出了门就走 摆脱俗念 我们那个关系没人理解 人们常说 朋友的可贵 就在于自由 好的相处模式 不是像汽水一样热烈 而是像茶一样清淡 自然而然相处不累 李白与杜甫认识的时候 两人相差十岁 李白站在人生的谷底 而杜甫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 他们一见如故 同游便诵 登琴台杜黄河 共游王乌山 一起踏歌 一起就着诗词看月亮 为人狂放的李白 从内敛尊贤的杜甫身上 看到了另一个可能的自己 从而劝解自己 彼此都带来了启发 他们一共见了三次 且一起的时间不长 却把对方当作此生的知己 在人生迷茫的某一刻 对方的思想 曾经的对话 就向黑暗中的烛火照亮内心 真正的朋友需要的不是学识 不是年纪 不是精力 而是灵魂的契合 唯有灵魂契合 方可成为朋友 三两知心好友 胜过万千点头之交 真正的朋友到底是什么样 大概就是 久处如初 再见如故 平淡如水 守望相助 青丝白发 风雨同舟 愿我们每个人 都能在茫茫人海中 找到真正的好朋友 红尘作伴 风雨同行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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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观看